K 大家好 我是Bwai K全全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 请伟人帮忙写期末报告的电影 阿比阿弟的冒险 难兄难弟的阿比跟阿弟只顾主乐团圈忽略学业 就在即将备荡之际他们异想天开穿越时空 把历史名人带回现代来完成期末报告 究竟阿比与阿弟为什么可以穿越时空 而里面的基努李维到底有多憨勒 未来的2688年像是个乌托邦 空气跟水干净无比世界和平生活无虑 可影响此世界的伟人如今有麻烦了 未来人准备回到1988年去救援 至于他指的伟人就是主角阿比跟阿弟 两人的历史老师下了最后通牒 他们平时小考都不及格 除非明天期末报告拿到A家的成绩 才能夺过被当的命运 再加上阿弟有可能因此退学 然后被他的警官老爸送去军校读书 如此他跟阿比就会被迫分开 再无法组他们最爱的乐团 于是阿比阿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赶紧恶补历史 那毛香也知道没用的这时 从天而降一座电话亭 助力在两人眼前 未来人从里头出来解释 要协助他们通过报告 可话还没说完 另座电话亭也降落于此 但出现的竟是未来的阿比阿弟 跟现在的他们讲一堆废话 没什么重点的 就会挥手回去电话亭 继续两人的旅程 眼前的场景说服了阿比阿弟接受未来人的帮助 而这座电话亭只要输入内附的电话簿号码 便能抵达想要去的时空 读万卷书不足行万里路 未来人直接带他们穿越到历史课本描述的年代 直接亲眼看见会比死贝课文来得有用 所以首战他们身力其境目睹带兵打仗的拿破仑 但由于这样太危险 主角们并没久待 可没想到拿破仑却意外闯进时光隧道 跟着回到阿比阿弟所在的年代 而未来人更留下作电话 停供主角们使用就回去他的2688年了 至于拿破仑呢 阿弟把他交给自己的亲弟弟带为照顾后 两人便要展开冒险旅程 因为拿破仑的误闯让阿比阿弟决定穿越时空 把那些名人一个个抓来请他们协助完成报告 依照这学期所教的 两人穿越至美国西部托荒时代 找到当时的神枪手间恶名昭彰的罪犯比利小子 额...他们不怕自己被干掉吗? 总之比利小子在酒吧跟人发生冲突 阿比阿弟出手相救而顺利将他拐进电话亭带走 这之后又到了更远的古希腊时代 找到伟大的哲学家舒格拉底 他们只要用听不懂的词句跟人家对话 阿苏格拉底就认为找到同好成功被拐走 而后阿比阿弟还到中古世纪的英国 四闯国王的城堡还撂别人的女儿们 也就是公主啦 见他们奇装异服说话又有趣 让公主们对两人也是挺有意思的啦 不料很快就遭国王发现以现行犯逮捕 更是很有效率的将阿比阿弟准备斩首示众 哪知当时筷子手的身份不用严格把关 随便就让比利小子跟苏格拉底 乔装成筷子手 救下主角两人 欸你想想哦 带着神枪手跟哲学家在身边 根本神队有护体 所以阿比阿弟这次可惊险躲过骑士追捕 然而他们不是都只回到古代哦 中间也有误打误撞不小心去了2688年 那可是未来人们视阿比阿弟为伟人的年代 但此地不已久留 毕竟还有历史报告要完成 这样才会影响未来形成乌托邦的世界 另一边说好要照顾拿破仑的阿弟亲弟弟 却是受不了拿破仑个性太机歪 则趁机抛下他一人害其沦落街头 好啦 这之后阿比阿弟更带着伟大的心理学家 坚军的分析学家的佛洛伊德 更拐走伟大的音乐家就是写那个 的原创者月圣贝多芬 以及法国女英雄圣女贞德 人家才十几岁 这样不就又拐未成年少女吗 还有作战凶狠的皇帝陈吉思汗 不是你想的健身房跟蒙古烤肉 甚至曾被选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 也都没放过 你现在是不是跟船长一样觉得 那么多人挤在电话厅是要如何穿越时空 果然高层载的重量导致天线故障 逼得大家随便穿越这旧式气时代稍作休息 顺便集合伟人们嚼过的口香糖 来修复断掉的天线 诶 还真被他们修好诶 这下总算可以打到恢复准备上台报告咯 诶 怎么回到昨晚阿比阿弟遇见未来人的那时 啊 因为他们拨错电话号码 所以才掉漆的穿越只昨晚啦 不过也没关系 还有时间赶回原本他们所在的时空哦 于是回去后阿比阿弟先将伟人们安顿在大卖场 想说无聊还可以逛逛 哪只亲弟弟才表示 他很有种的把拿破仑给甩了 诶 结果主角总会自带超精准定位系统 而且总会找到想要找的人 就这样阿比阿弟在一个叫滑铁炉的水上乐园 找到了拿破仑 至于那些等到发愁的伟人们也找到各自的新天地 圣女真的爱上有氧无打 贝多芬弹起了电子琴 春吉思汗换上运动装扮揍警察 演变成时空大闹卖场 最终还惨遭警方逮捕 即便阿弟去向警官老爸解释 得到的只有一顿臭骂 甚至已帮他办好军校入学手续 不过这时阿弟也突然想起老爸两天前就丢了牢房钥匙 两人认为一定是他们穿越到两天前偷走钥匙 且留在警局花铺里的 结果真被他们找到 阿比阿弟更顺利潜入警局 这也是多亏他们有时空电话亭 能自由穿梭在过去或未来 如此才可以超前部署 让自己避开被发现的危机成功救下伟人们 也终于带着他们赶到历史报告发表现场 让那些伟人上台说着他们的故事 当然没有谁会比本尊自己来讲更有说服力 并且不像课本上写的误趣 总之阿比阿弟别出心裁的报告 不只得到满堂才更得到A家的好成绩 最后也是又把伟人们送回去啦 不然他们怎么继续在历史上名流千史勒 后来未来人帮阿比阿弟带上英国公主 让两人有爱情滋润做出伟大的音乐 故事就在因为他们的音乐 帮助世界摆脱战争跟贫穷 过着幸福无忧的日子甚至征服宇宙 各种生命都能和谐交流下结束了 伟长认为以前历史课你有打瞌睡吗 偷偷告诉你伟长几乎每堂打 还有这部超过30年的电影 在这礼拜10月16号终于要出第三集啦 如果喜欢伟长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的传言记得加点铃铛 脸书的传言记得是 就不会开传言人让我们下次见